大家好,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铃薯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 婆婆与情人约会,却撞见儿媳出轨 婆媳俩为了各自的目的,约定护手秘密 谁知,随着婚姻的解体,儿媳向前婆婆展开了无休止的敲诈,并最终酿成悲剧 2012年9月初的一个周末,安岩与袁一磊在北京植物园附近一家饭店吃完晚饭后,发现外面下起了雨 安岩说他那套空置的房子离这不远,就一起去那了,如果回市里,都得被淋湿 安岩和袁一磊来到那套房子,发现屋里开着灯,从卧室传来说话声 安岩有些害怕地说怎么会有人,袁一磊搂住安岩说别怕,他去看看 安岩跟在袁一磊后面来到卧室,当他们轻轻推开门,竟然看到儿媳妇肖娜 和一个男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安岩气愤地指着肖娜说他怎么能干这种不要脸的事 肖娜又惊又羞又怕,立即用被子裹住身子,并示意那个男人赶紧走 安岩叫肖娜先把衣服穿上,他们在客厅聊 肖娜出来后,安岩问他那个男人是谁,什么时候好上的 儿子蓬蓬出国不到半年,马上就回来了 他就耐不住寂寞,太不知羞耻了 面对婆婆的训斥,肖娜无言以对 她和丈夫许鹏是三年前认识的 她是一家饭店的领班 在设计研究院工作的许鹏和同事到饭店来吃饭 两人一见钟情 2011年春节,他们步入了婚姻 许鹏研究生毕业,俊朗帅气 父亲在世时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医生,家境非常好 而大专毕业的肖娜,生活在单亲家庭 母亲是一名下岗工人 所以,能嫁给这样优秀的丈夫 肖娜非常庆幸 2012年5月,许鹏的单位派她到美国进修半年 一个月前,肖娜被朋友拉去K哥 一个叫王熙的男人对她大些殷勤 肖娜对王熙印象不错 加上喝了些酒,便没有把持住自己 跟着她去了一家酒店 后来,他们又约会了几次 昨天,王熙又约肖娜见面 由于第二天,她正好去香山附近办事 想到婆婆在香山附近有套工房子没人住 于是,肖娜便找出了家里的一把备用钥匙 没想到,自己出轨的一幕竟然被婆婆撞见了 肖娜很怕婆婆会把这事告诉许鹏 她与王熙只是逢场作戏 互相填补感情的空虚 从没想过要和许鹏离婚 可婆婆却说出了让她胆战心惊的话 她要让鹏鹏和自己离婚 肖娜急了,如果离了婚 她恐怕再也找不到像许鹏这样条件好的男人了 她跪在婆婆面前哀求,说以后她一定会好好孝顺婆婆 为婆婆养老送终 可安眼根本不为所动 扭过脸说肖娜说什么也没用 肖娜一看婆婆如此坚决,也豁出去了 她对婆婆说,既然婆婆不肯原谅她 那她也不给婆婆留情面了 许鹏一定不知道婆婆和袁叔叔跑到这里来过夜 如果她把这事告诉许鹏 问婆婆是否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安眼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指着肖娜说她要是敢告诉许鹏 就跟肖娜拼命 安眼知道肖娜是抓住自己的软肋了 原来,袁一磊曾是安眼丈夫许建国的朋友 一直没结婚,经常到他们家来玩 渐渐地,袁一磊和安眼越过了最后的底线 后来,他们的事被许建国发现了 2000年6月的一天 他们在家里约会时,被许建国堵在了床上 许建国一时想不开,吃安眠药自杀了 那年,许鹏16岁 他无意中得知了父亲自杀的真相 从此视袁一磊为杀父仇人 坚决阻止母亲再与他来往 并以断绝母子关系来要挟 安眼知道独生儿子性格刚烈 只好表面上答应了儿子 与袁一磊的交往转到了地下 这么多年来,安眼和袁一磊感情一直非常好 但碍于许鹏,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想等许鹏结婚做了父亲后 再慢慢地做他的工作 由于他们比较谨慎 一直没有被许鹏发现 现在,肖娜竟然用这个来要挟自己 安眼不接暗暗叫苦 他不想失去袁一磊 又怕儿子知道后做出冲动的事来 想来想去 安眼决定想肖娜妥协 一对婆媳 因为各自有短处握在对方手中 便做出一个约定 互相保守秘密 谁都不向许鹏透露半个字 2012年国庆节 许鹏回国了 给妻子买了许多礼物 肖娜更加内疚 发誓与王熙彻底了断 可王熙却三天两头 给她打电话要求见面 并说他们不破坏彼此家庭 只做情人 肖娜舍不得王熙的浪漫多情 又不想失去婚姻 无比纠结中 她决定既维持婚姻 又与王熙暗中来往 许鹏回来的第二天 拉着肖娜去看安眼 安眼打开门见到儿子 显得有些慌乱 许鹏没有发现母亲的异样 而肖娜却看得清清楚楚 她猜想可能是袁一磊在家里 这时安眼向肖娜 投以求助的目光 并做了一个暗示 肖娜赶紧找借口 说手机落车里了 让许鹏下楼去拿 袁一磊于是趁机溜走 第二天安眼打电话给肖娜 让她悄悄来家里一趟 安眼先是对肖娜表示感谢 接着说她有件事 想请肖娜帮忙 以后如果蓬蓬来她这 让肖娜事先通知她一生 如果打电话不方便 就给她发个短信 以免让她撞到袁叔叔 肖娜正为与王熙约会时 无法找借口而发愁 婆婆求她 她正好也可以让婆婆帮她的忙 于是她对婆婆说没问题 但婆婆也要帮她打掩护 如果许鹏问 肖娜就说来婆婆这了 或者陪婆婆逛街 安眼尽管心里不愿意 但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了 从此 婆媳俩开始互相打起了掩护 为了解许鹏什么时候去母亲家 肖娜对她说 妈一个人不容易 以后许鹏去看妈时 一定叫上她 也好加深他们婆媳的感情 许鹏感激地说 自己老婆真是个好媳妇 之后许鹏每次要去母亲家时 都会提前告诉肖娜 并和她商量给母亲买什么 什么时候去 肖娜每次事先悄悄给婆婆打电话 或发短信 让她提前做好准备 由于有肖娜这个情报员 安眼就可以放心地 让袁一磊来家里了 肖娜与王熙约会时 也会事先与婆婆沟通好 与婆婆同一口径 万一许鹏问起来 两人必因说法不易而穿帮 由于有婆婆打掩护 肖娜也可以应付许鹏了 帮着儿媳 欺骗自己的儿子 纵容儿媳 给自己的儿子戴绿帽子 安眼的心里非常难受 可是 为了不让儿子 发现自己与袁一磊的事 不失去儿子 安眼只好打碎牙网度里验 2013年大年初四晚 许鹏要与大学同学聚会 正好王熙约肖娜见面 肖娜怕自己比丈夫回来晚 便给丈夫留了张纸条 说自己去了婆婆家 如果晚了就住婆婆家里 然后 她给婆婆打电话 嘱咐她 万一许鹏打电话 就让婆婆也这样说 那天 肖娜与王熙道郊区度假村 住了一夜 凑巧的是 许鹏那天聚会结束得很早 她回家看到 妻子的纸条后 静止去了母亲家 想接妻子回家 到了母亲家 却发现 肖娜并不在 她打肖娜的手机 却一直关机 肖娜一夜未归 许鹏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 肖娜回来后 许鹏问她去了哪里 肖娜不知谎话 已经败露 便说去了婆婆家 许鹏气愤地说 肖娜别再骗她了 她昨天去了妈家 肖娜根本没在 问肖娜昨天晚上 她和谁在一起 在哪里 肖娜说有个同学生病了 她去医院陪了一晚 许鹏追问是哪个同学 哪家医院 许鹏越来越觉得 妻子有问题 她一定要弄清真相 于是她故人调查 得知妻子在她出国后 与一个叫王熙的男人 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在她回国后 仍然来往 许鹏是个言理由不得杀子的人 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 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许鹏向肖娜探了牌 并坚决向她提出离婚 肖娜没想到自己的丑事 竟然被丈夫发现了 她哭着请求丈夫的原谅 并说自己是一时糊涂 并保证永远不再做对不起她的事 可是 许鹏却态度坚决 肖娜不想失去这段婚姻 她觉得许鹏听母亲的话 于是她跑去求安眼 让她去找儿子说说情 安眼说彭彭是一根筋 她最恨女人感情的背叛 她不会听自己的话的 安眼早就想让儿子 与肖娜离婚了 可因为有短处 在肖娜手里握着 她一直不敢跟儿子挑明 现在 儿子自己发现了 她觉得正合自己的意 所以 她借口儿子不听她的话 不愿帮肖娜 肖娜急了 对安眼说 如果婆婆不帮忙 自己就把婆婆和原叔叔的事 也抖落出去 安眼害怕了 赶紧说她也没说不帮 但彭彭是个很有主意的人 安眼去找了儿子 劝她原谅肖娜 许鹏说不可能 妈妈应该知道 她对于这种事的态度 安眼怕儿子重提 当年父亲自杀的事 便赶紧住了口 安眼告诉肖娜 她已经尽了全力 但许鹏就是不听她的 她实在没办法了 肖娜觉得 靠婆婆可能不行了 又自己去求丈夫 许鹏说 如果肖娜不同意离婚 她就起诉到法院 到时所有人都会知道 她所做的丑事 肖娜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好同意了 2013年2月底 肖娜与许鹏办理了离婚手续 由于他们所住的房子是婚前 安眼和许鹏共同出资买的 写的是许鹏的名字 肖娜只得到了10万元存款 离婚后 她只得搬回了母亲家 肖娜的母亲两年前再婚了 继父的房子给儿子结婚住 继父便搬到了肖娜母亲的房子里 肖娜回来后 与继父经常闹别扭 加上继父的子女经常来家里 对她也不友好 肖娜不想整天受气 干脆搬出来租了个独居室 肖娜把离婚的事告诉了王熙 想从她那里得到些安慰 没想到 王熙担心她会提出 让她也离婚 竟然晚起了失踪 令肖娜伤心不已 由于肖娜心情糟糕 神情恍惚 在工作中屡屡出错 2013年3月底 她被单位辞退了 她四处找工作 可是都没有成功 眼看着手上的钱越来越少 肖娜焦急万分 这时一个朋友 因为急着出国陪读 经营的美容店要转让 价格很便宜 地段也不错 肖娜便想接手 但80万的转让费 让她发起了愁 到哪去弄这笔钱呢 肖娜知道 这家美容店很赚钱 如果抓住这个机会 她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富婆 可如果失去这个机会 她就会很落魄 想来想去 肖娜想到了 安衍和袁一磊 她记起 曾看到袁一磊开的是一辆奔驰轿车 从袁一磊的穿着 也能看出她很有钱 她还发现 安衍带过一个 价值不菲的翡翠桃行坠 应该是袁一磊送的 既然袁一磊这么有钱 何不利用掌握的他们的秘密 从他们那里要一笔风口费呢 反正现在 自己已经与许鹏离婚了 也不怕她知道自己的事 所以 也不需要安衍为自己保守什么秘密了 肖娜把安衍约了出来 讲了自己的现状 向她提出 借八十万元 安衍没有八十万 袁叔叔有 就算安衍没要过她的钱 但借总可以把 如果安衍不肯帮自己的忙 那自己就没必要再替安衍保守秘密了 安衍感到很为难 这些年 她与袁一磊的交往非常单纯 她不希望感情掺杂过多金钱的因素 尽管袁一磊公司做得很大 资产几千万 但她再难也不向她张口 袁一磊送她贵重的礼物 她也要埋怨她半天 让她不要乱花钱 正因为 她对金钱的超脱 也让袁一磊这么多年来 对她的感情一直没有变 而且更深了 所以 安衍不想破坏自己在袁一磊心目中的形象 绝不能向她提前的事 两天后 肖娜问安衍考虑的怎么样了 安衍只好找借口拖延 说袁一磊出国了 等她回来再商量 肖娜哪里等得及 她一次次地催安衍想别的办法 2013年5月的一天 她在街上看到安衍和袁一磊在一起 知道了安衍在骗自己 肖娜不禁怒从心声 肖娜找到安衍 质问她为什么骗自己 并威胁说 如果不马上把钱给她 她就去找许鹏 把安衍和袁一磊的事全部告诉她 到时看她还认不认安衍这个母亲 肖娜的话 让安衍害怕至极 她提出 把自己的全部积蓄30万元给肖娜 让肖娜放过她 可肖娜咬死要80万 并每天几个电话地催 安衍被逼得焦头烂额 2013年5月17日 肖娜再次找到安衍 当着她的面要给许鹏打电话 安衍下得赶紧拦住了她 并答应尽快给她钱 肖娜给她下了最后通牒 只给她三天时间 那两天 安衍整夜做噩梦 精神都要崩溃了 肖娜就像个幽灵 可怎样才能彻底摆脱她呢 被逼到绝路的安衍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5月19日 安衍把肖娜约到家里 将一张卡交给她 说这卡里有80万 但她必须给自己写份保证书 保证永远替她保守秘密 肖娜说 没问题 趁肖娜低头写保证书时 安衍从背后抓起一把菜刀 狠狠地砍向了她的头部 脖子 肖娜倒在了血泊中 望着断了气的肖娜 安衍突然害怕极了 她本想把肖娜的尸体处理掉 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她最终选择了自首 2013年10月 安衍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北京检察院提起公诉 有人曾说过 知道别人隐私越多的人 等于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安衍和肖娜 为了各自的目的 承诺护手秘密 但他们没有料到计划 永远赶不上变化 当格局被打破 这个秘密就可能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最终酿出一场悲剧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马铃薯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